在时隔197天之后 吴磊终于迎来了在西甲首发的机会 在本赛季之前的联赛中 吴磊仅仅只有三次首发 不过都是被中途替换下场 本场对阵奥萨索拉 吴磊在上半场比赛中一共触球11次 其中5次传球3次成功 另外还有5次丢失球权 这样的表现固然很难让教练满意 下半场刚开场便直接被德托马斯替换下场 最终在这场比赛中 西班牙人与对手1比1占平 在联赛还剩三轮的情况下 积分领先降级区高达8分 已经算是完成了保级任务 5月8日凌晨 规划球员洛国富也是迎来了 重返八甲联赛的首秀 对手是去年的国内三冠王米内罗竞技 下半场比赛第56分钟 他得到了替补登场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球一号码依然印着洛国富的拼音 当比赛进行到第81分钟的时候 洛国富在前场测动了球队的第二类进球 最终帮助米内罗美洲 以2比1的比分战胜了米内罗竞技 赛后 他也与中超老熟人胡尔格深情相拥 在完成5月1日的首秀之后 5月9日的凌晨 艾克森迎来了巴以联赛的第二场比赛 他在下半场第66分钟替补登场 不过表现中规中矩 最终 所在的球队格雷米奥 最终0比1不敌克鲁赛罗 在5月8日 绿超第三十三轮较量度 苏黎世曹猛 主场0比1告诉 中国球员李磊进入了大名单 但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 而顶替他出场的是 日本00后小将赖骨不梦 与此同时 队友日本球员川滇俊 在比赛中发挥非常出色 在上周末的普超联赛中 维泽拉主场1比1占停 马里一梦 中国小将郭甜宇 只是单单的进入了大名单 不过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球队已经提前保击成功 不知道主教练 会不会给郭甜宇 更多的上场时间